庆桑,前段时间我自己的一个签证申请,然后来了不许可通知书 我觉得这样也是,怎么说挺失望的吧,也觉得说是不是就没戏了呀 这点是拿到不许可通知书并不说今后你不能再申请 先要看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不许可的 入管局来的不许可通知书上就只是写了说我现在从事活动,然后不太跟这个资格不太相似 也就尽此而已吧 因为一般性就是入管那边来的那些不许可通知书,它上面显现的那种条文内容啊 大家都是规定格式模式而已,所以就是说你想了解到自己到底是哪里不许可的情况下 是最好是还是去入管了解一下 就是说直接去入管局听那些解释是吗? 对 那我去问的话,他会告诉我吗? 如果你是本人的话,他会告诉你,但是怎么说呢? 那你可能在问的方法,问的方面和就是怎么跟他了解,对应之后怎么就是在申请的情况下 如果是委托我们公司的话,我们公司会想办法帮你就是了解到下次能够批下来为止的情报,之后再帮你申请 是啊,我也觉得有时候自己去入管局的话听不懂那些宣传官他们的话,或者是不怕自己没办法狠话的回答他们的问题 这样的话也可以由你们来帮忙吗? 对,可以,因为怎么说,很多说话都很婉转,因为中国人说话是比较直接,日本人说话有点婉转嘛 所以你要听懂他里面的那个意义,你才能了解到之后到底后面该怎么做 好的,那什么时候我们约一下去入管局吧 行,好的